1月4日下午大连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第64次新闻发布会 向外界通报了疫情最新进展及防控情况 1月4日下午大连市又有两例确诊病例和两例无症状感染者出院 他们将继续在定点医院和隔离医学观察场所进行14天的医学观察 目前在院治疗的患者最大88岁最小的3个月 由于本次疫情具有潜伏期长 传播速度快 情况复杂等特点 有的病例做了11次核酸检测才显出阳性 有的地区检测六轮还有阳性病例出现 经过反复分析研判 大连市最终下达了实行14加7居家隔离管控的指令 经过反复分析研判 如果机械的执行原来的14天居家隔离标准 势必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给疫情防控带来隐患 因此 因此居家隔离起始时间应从进入居家隔离状态 即从落实人不出户管控之日算起 实施14加7的管控措施 期间要做4次核酸检测 即第1 第7 第13 第20天 均呈现阴性才能解除居家隔离 本台报道